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那个年纪的孩子都很喜欢放风筝 而风筝比赛谁能赢更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 哈桑的风筝技巧十分厉害 在他的帮助下 阿米尔放风筝的技巧也在提升 两个人赢得了比赛 本来是情同手足的两个人 但是伴随着阿米尔的长大 他却有些看不起哈桑 他觉得哈桑的个性太懦弱 哪怕自己欺负他 哈桑也不会还手 其实我感觉哈桑只是在心底里很真是阿米尔这个朋友 所以希望更加的顺从他 只是为了让他开心 但是阿米尔并不明白这一点 再后来哈桑为了捡风筝 被群流氓抢爆了 根本反抗不了他们 而阿米尔也不敢站出来保护哈桑 甚至还觉得哈桑是个懦弱的人 但是其实哈桑又怎么能反抗这些比自己要高大 强壮很多的男孩呢 阿米尔把自己的表放在了哈桑的枕头底下 无赖哈桑偷盗 也让这一对为府邸服务了大半辈子的父子离开了这里 后来阿米尔和父亲因为很多政治方面的事件 不得已离开了自己的家 来到了美国生活 但是我相信阿米尔从来没有忘记哈桑 在他心底对于这段往事也是怀着深深的愧疚的 阿米尔在美国平静的生活 完成了学业 也有了幸福的家庭 只是一通从阿富汗打来的电话 打破了阿米尔平静的生活 原来哈桑就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 想起了过去的友情 阿米尔对哈桑的愧疚已经无以复加 哈桑已经死去 而哈桑和他养父的死 竟然就是为了守护阿米尔和他父亲的房屋 哈桑留下的孩子正是他唯一的侄子 所以他要赎罪 把哈桑唯一的孩子救回来 其实他去救这个孩子又何尝不是在解救自己 他欠哈桑一个道歉 他的内心深深地愧疚着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偿还 于是阿米尔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了阿富汗 还被恐怖组织抓住 经历了很多艰难闲阻 看到电影的最后 我们都知道 阿米尔最终救了哈桑的儿子 把他带回了美国 同样的 又是风筝让哈桑的儿子展开了心扉 终于不再郁郁寡欢 阿米尔教导着哈桑的儿子如何放风筝 就像哈桑当初教导自己一样 他替孩子把风筝捡回来 喊着为你千千万万次 实际上 这是一种珍惜的感情 直到现在 阿米尔终于懂得了 我是小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录影时光